大家好 欢迎来到文史风云 今天要说的故事是发生在80年代的云南地区 日本军方却提冲用汽油换日军战士尸体的交易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在战争中如果不是本土作战 我们国家一般会在战后第一时间 把牺牲的士兵接回本国早日安葬 这是对国人极度负责的行为 而日本军队却不是这样的 日军进入我国的村庄 开始屠戮手无寸铁的老人 孩子 妇女 而战后日本军方的士兵的遗体 也都放在了中国领土 那些在战争中牺牲的战士 就这样留在异国他乡 漂泊无一 后来中日两国建交 日方表示希望来到中国 找回当初遗落在田间地头的士兵尸海 历时十年之久仍然没有收集到全部尸海 他们在寻找过程中还进行宣传和平和忏悔活动 希望得到当地百姓的原谅 虽然他们后来通过当年幸存者举办的战友会来传达和平理念 态度十分诚恳 但是他们的主要还是寻找战士们的骸骨 在云南地区当地埋下了很多日军战士 当时日军为了加快搜寻进度 日军提出让云南地区百姓帮忙找骸骨的想法 找到一具尸体就送一辆汽车 然而即使有这样优厚的待遇 但是作为深受其害的老滇人的后代 这更像是一种侮辱 云南这块土地已经成为了当初日军侵略的重要证据 所以这种措施毫无意义 云南地区百姓的做法比现在的抵制日货更有力量 我们很庆幸我们国家的军队是团结的 没有抛弃的 让每个人都放心安心的生活和战斗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们节目的朋友可以点击关注 咱们下期见